视食物者为俊杰 和地区的代表 都参加了本次的会议 根据渔业相关人士的需求 日本本来提议把 大型鱼 也就是30公斤以上的 黑尾鱼的捕捞配额 增加到2.3倍 小型鱼 也就是30公斤以下的 增加到1.3倍 希望大幅的提升配额 但是呢 这个提议在最后是遭到否决 但是最后 与会各方还是有达成共识 决定增加 太平洋中西部海域的 太平洋黑尾鱼捕捞配额 大型鱼是增加到 目前的1.5倍 小型鱼是增加到1.1倍 那这次会议达成的协议内容啊 如果在年底的 在斐济举行的年会上 正式通过的话 那个时候 台湾的农业部与业署 也会发布增额公告 并且从2025年开始实施 那日本水产厅也表示 他们会持续的推进谈判 确保这次达成的协议方案 能够被正式通过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 为什么国际间需要有一个 这样捕捞配额的限制呢 那其实过去 太平洋黑尾鱼啊 它曾经因为捕捞国 对于幼鱼的过度捕捞 而濒临灭绝 在1961年最高峰的时期 大概有16万吨的资源量 但是到了2010年啊 已经下降至 就是大概只有1万吨 因此根据中西部太平洋 月委员会在2014年通过的协议 各国就从2015年开始采取措施 将幼鱼的总补劳量降低到50% 以恢复资源 那幼鱼指的也就是 未满30公斤 大概3岁以下的小新鱼 因为太平洋黑尾 大概是从3岁开始 逐渐成熟跟产卵 到5岁的话就是完全成熟 那国际间同样也在2014年 订定了这个资源重建目标 第一阶段是 最迟需要在2024年的鱼季年 恢复到初始资源量 这个初始资源量啊 指的是大概在1950年以前 鱼业捕捞活动 还没有开始之前的原始数量 那至少需要恢复到 初始资源量的6.7% 那第二阶段呢 则是在2034年的鱼季年 就恢复到20% 那2015年至今 随着适当的捕捞管理 加上太平洋黑尾鱼的 卵存活率相对较高 所以在妥善保育的情况下 近年来数量有迅速增加的趋势 资源量开始恢复 那根据北太平洋伟类 及四伟类国际科学委员会 在3月的资源评估结果 产卵资源量呢 已经在2021年 达到第二阶段的恢复目标 并且在2022年持续回升到 初始资源量的23.2% 大概是14万吨的数量 那也因为资源量的恢复 国际间才有这样 可以去协调增加 捕捞配额的一个空间 那上一次协议通过增加 大型鱼的配额 已经是2021年的事情了 小型鱼的话 更是从我们刚刚提到的 2015年降低 鱿鱼捕捞量50%以来 今年是首次的调整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在如果这一次的决议内容 在年底的年会中正式通过 太平洋中西部海域的 黑尾鱼总捕捞配额 大型鱼的话 会从7609吨 增加到11869吨 小型鱼的话 是从4725吨 增加到5125吨 再来去分配给各个国家 那台湾目前的话 其实鱼业属在 6月9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告 因为那个时候 总鱼货量已经达到 我们今年2024年的 捕捞配额的 1965吨的90% 所以就公告说 从6月12日开始 停止捕捞 太平洋黑尾鱼 那鱼业属也强调 台湾身为 中西部太平洋 鱼业委员会的议员 遵守这个捕捞规范啊 其实是美国的基本义务 那国家配额 如果再停止捕捞 并且经实际统计后 有剩下的话 是可以留到明年来使用的 所以并不会浪费额度 但是若是超过 超额捕捞的话 明年我们的整体 鱼货配额将会遭到扣减 而且也不利于 我们未来去争取增加配额 因此这个需要 每一位捕捞 太平洋黑尾的渔民 来共同配合 那订定捕捞配额的重要性 在于透过科学管理 还有国际间的合作 达到资源保护 也才能够达到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 防止因为过度捕捞 而导致价格下跌 这样一来 可以维持渔价的稳定 也从而可以保障 渔民的收入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事实物者为俊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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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